渣阿公主他其實他有一個新的甜點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 搶先搶先 非常的令人期待 所以大家有看到有沒有講給我 對對馬上立刻就開始 好來 那我們也請媒體朋友 我們幫我們捕捉一下畫面 好來 那我們就請兩位開始喔 要要要來 一起預備 3 2 1 請幫我們簽名 縱翔果實優弱 正式上市 來 我們兩位請看一下中間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次呢 總共有兩種口味 另一種呢 是我們的芒果蜜桃 好 中間如果OK的話 我們就可以往後面的攝影機看一下 謝謝大家 百忙之中來到我們的這個快閃店 好 那首先當然先想要問問看兩位 你平常有吃這個優格的習慣嗎 其實 有啦 因為我吃優格是我太太帶領我去吃的 然後呢 一開始的時候 我對這個不太熟悉 後來慢慢了解說 其實吃這個對我們身體來講 負擔很少 然後呢 吃了也會很健康 然後呢 有的時候像 我也會叫我的小孩子把它當成點心 或者是嘴纏的時候吃 因為這個時候我就不會擔心它有過多的負擔 是是是 這是非常棒的一個東西 糖分攝取也不會太多 剛剛好 給小朋友吃也很好 對 然後如果我的話 我其實本來就很喜歡吃優酪 然後我很喜歡吃 但是我又不敢吃太酸的 然後我最近 因為我雖然是一個螞蟻 但是我最近覺得我糖不要攝取得這麼多 然後我覺得它符合我需要的甜度 但是又不會到太酸 是完全的剛剛好 哇 那剛才兩位有看起來是停不下來的樣子 因為我相信因為我們的新品上市啊 所以應該大部分人都沒有吃過嘛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兩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才吃起來的口感怎麼樣 鋼哥 我覺得就是一般我們對這個優酪 是 優酪會覺得說就是很酸 對 然後口感單一 但是因為我剛剛吃的是葡萄加奇異果 那個我覺得感覺起來 它那個果香會帶動我的食慾 尤其裡面有那個雙Q的那個 口感 野果跟蒟蒻 對 那個吃起來它有一個嚼勁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滿足 很舒服 然後整個人就輕輕的起來 彷彿我剛剛已經瘦了10公斤 哇哦 哇哦 你這個娃娃很沒有成 哇 哇 沙沙吃起來的欸 如果是我的話 我剛才是吃的這個芒果蜜桃 蜜桃 我覺得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吃比較甜一點點 我覺得可以選芒果蜜桃 因為它稍微甜 然後剛剛那個 康哥吃的葡萄奇異果會稍微酸一點點 對 然後我覺得它吃起來那個口感啊 會讓你覺得很豐富 因為有時候嘴饞 就會想吃一點甜甜 然後裡面可以吃到那個蜜桃丁 對 然後又有芒果的香氣 就很夏日的感覺 然後又可以咬到東西 因為有時候 你就只是喝 或是就吞下去 會沒有那個感覺 對 就像喝手搖一樣 你要咬到珍珠感覺 然後裡面就是有那個野果跟菊 所以咬起來 哇 滿足了 而且剛剛在拍照的時候 不是我吃一口 然後他們就要停下來 那個口水一直流 對 會好想再一直補一支補 說怎麼還沒拍完 對 沒看我一直在 一直在掃空趕快吃 因為我知道你們遲早要收走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來那兩位有沒有 這個大概推薦大家在什麼時段可以吃這個 有時候像我們家的習慣是說 我們大概下午四點鐘就會吃晚餐 四點鐘 那麼早 四點鐘太早了 你該不會都七點就睡了吧 幾乎 沒有 因為我想說早一點吃 對那個身體負擔比較少 可是 不管我也好 我太太也好 或是小孩子也好 其實到了差不多八點鐘的時候 就會覺得 是不是應該要吃點什麼 然後會有點嘴殘 或者是有一點肚子空洞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拿出來這個 大家一起吃 然後我覺得吃這個 就剛剛我們講的嘛 沒有負擔 而且很健康 那還有一個最好是就是 我們在追劇的時候 在看電影的時候 對啦 一般我們都會吃一些 熱量比較高的零食 可是這個吃下去的時候 其實 像我的小孩 有時候我們會限制他們 你不要吃那麼多 不要吃那麼多 可是吃這個的時候 我說你愛吃多少吃多少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健康的東西 那小朋友吃了以後 我覺得 我不會擔心 然後如果是我 我很喜歡在早餐的時候 吃優酪 然後我都會配一點水果 或者是麥片 但是如果像這個 就不用擔心那麼多 打開就可以吃 因為它已經幫你配好了 真的 所以你不用再另外買水果 怕水果壞掉 就不用擔心那麼多 而且它口味很豐富 對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很貼心 然後我覺得很多女孩子 如果你想要管理生產 因為夏天已經來了 已經來了 已經來了 然後今年又很流行 很多露肚子的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 我很想吃東西 但是我要吃什麼 才會有那個滿足感 就吃這個 所以就是減肠時候的選擇 對 而且我覺得男生也很適合 可以 一般這個好像感覺上 好像女生會比較喜歡 其實我覺得這個 對男生 如果你長了以後 我覺得你會非常愛他 對 而且他100克 也不到100大卡 所以對身體是完全沒有負擔 對 真的 吃起來真的非常的棒 對不對 早上吃也可以 睡前吃也可以 剛剛太激動了 真的 對 可能是因為你最近有健身 你的胸膜 你說胸肌整個這樣 對 太厲害了 謝謝大家的這個稱讚 勇猛 這厲害果然不會是好partner OK 來 那接下來請問一下兩位 如果要推薦給朋友的話 身邊的親朋好友 會想要推薦給誰呢 因為我有小孩嘛 所以我有很多朋友 他們都有小孩 對 這個時候我會跟他們講說 我覺得其實家裡面多貝幾罐 當小孩子嘴饞想吃東西的時候呢 盡量不要給他吃那種 甜度太高的糖果 對 因為糖果其實對小孩子來講 是一個他會太興奮 他會發瘋 他會不睡覺 所以我覺得拿這個給他吃 而且吃的時候其實 你知道小朋友都這樣吃 他覺得好吃 我還要再一罐 我就那你就拿去 你不會擔心他吃多 對 你不會擔心啦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 我覺得我會推薦大家一起 就是帶著小朋友 或者自己在家的時候 一起吃這個 嗯 那莎莎呢要推薦給誰 我的話 我覺得推薦給 你不管喜不喜歡吃優弱人 我覺得你都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他的口味酸度 然後所有所有 他濃稠度 我覺得都是非常的適中 然後現在有時候 我自己在那個飲食控制的時候 然後就是你知道吃完飯 就是很想吃一個甜的東西 對 這個就可以滿足我那個想吃甜點的那個感覺 然後覺得哇 吃了就覺得有幸福感覺 因為我覺得減肥最怕就是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你就覺得算了啦 我就胖死好了 但是你吃這個 就不會有這種心情 太容易胖了 好險 我有吃一點甜的 心情還可以 而且女孩子都有兩個胃 對啊 這就是甜甜的胃 沒錯 然後這個最好是一次買兩罐 因為你很容易吃完一罐 就想說 欸我剛才吃了什麼嗎 怎麼一切就吃完了 因為它真的很順口 所以你可以買兩罐 吃下去 兩種不同的口味 我自己是兩罐剛剛好 兩罐 一字兩罐剛剛好 可是因為剛才一開始我們也有說 熱量真的很低對不對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好來 那麼因為剛才一開始有介紹 大家有看她營業中都知道 莎莎是甜點擔當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莎莎這次聽說 我們也有特製一個special 有因為我聽到這個水果油 我突然想到 我好像可以把它做成像是一個小卡 可以做成像下午茶一樣 如果你的下午點心想要吃 稍微再精緻一點 我可以教大家怎麼做一個 夏日甜點 可以這樣 好 我們做這個甜點 唯一需要做的工作 對 欸不用這樣 不要這樣 欸好可愛喔 可以 好 謝謝謝謝 好 我們就先把那個水果切成適量的炸食 然後我喜歡切稍微小一點點 這樣每一口都可以吃到那個水果 所以我們把它切成一個小丁的樣子 所以我們這次用的是 什麼水果你要怎麼搭配 如果我們是那個葡萄奇異果 就會在裡面加一點那個 新鮮的奇異果在裡面 然後搭配它那個油色 喔 可以 可以 可以這樣子 好 好 切的好小 對我覺得切小一點會比較好 因為你每一口都可以吃到 然後 也不太需要就是可能要挖 才會撈到 就是每一匙都可以碰到 好 然後我來個小 好來 小湯匙 OK 小湯匙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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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你主管而已 好 對不起 好那我就先做這個 葡萄的這個鮮蠔 好 然後真的 我們剛才打開 一打開 你看裡面 就有那個雙Q 哇這個雙Q就在裡面 好大顆 對 裡面就有野果跟蒟蒻在裡面 我跟你講有那個差超多的 超級多 就會有吃到東西的感覺 對啊 因為其實吃這個真的是要一個咀嚼感的感覺 對 才會覺得好像有飽足感 沒錯 然後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我就是 放一點點藍莓 藍莓 跟奇異果 因為我只是要它的配色而已 所以其實不需要到太多人 一點點 因為它本身就很豐富啦 對 所以就不用到太多人 然後因為我們是開店的人嘛 所以我們就會比較鼓呼 有 我發現ộ菜 做歌學的這種小器 哎呦 我們要再幫他裝飾 對 康哥要介收了 我只要 對 你只要召喚他 是 然��球 這樣子我們到裡面 拍照他就不會流出來 黏住 喔 真哪 貼心 太聰明了 這樣子黏住很厲害耶 oh my god 冰雪聰明 這個是貨合衣喔 對 它其實就只是裝飾 如果你在家裡自己吃就不用這麼假的也可以 那如果你想要有一種儀式感的話 我覺得要那種儀式感 你知道端上來有多快樂 預備 好 好了 哇成功 我們先給上下一個掌聲一下好不好 很漂亮很漂亮 來 那我們請兩位幫我們到前面 讓媒體捕捉一下畫面 然後來 你要小心喔 然後 那我們先把前面桌子撤走好不好 來 那 來 那個兩位帥哥來 這個 來 小心喔 小心喔 小心 小心 哇 好 有有他有他有 那個 這個這個綠色在稍微正面 好可以可以可以謝謝謝謝 好可以可以可以 好 好 好來 那我們請兩位 來趕快我們先看一下看中間 看中間 哇 真的非常好吃 我們兩個不同口味的 非常新鮮的水果優格塔已經完成了 我喜歡的 打開 看中間 方便